免费申请FAFSA联邦学生奖助学金 对经济上有需要的大学生有不小的帮助 但部分华裔民众对这方面的奖助学金申请了解非常有限 没能利用好资源 这项奖助学金一般涵盖学杂费 书本费 房租 甚至交通费用等 全美最广为人知的奖助学金非FAFSA莫属 也就是联邦学生奖助学金 在美国上大学是你自己的家庭的收入 还有上大学学费之间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你就可以申请助学金 但是有不少华人学生家长并不了解 因为语言问题和语言障碍 很多资源都没有免费 他们还是以为在亚洲期间的那种思维 也就是说上大学一定要自己筹措上大学的费用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专心求学 这个奖助学金从1月1日开放申请 首次申请者截止日期是3月2日 先申请先得 助学金有的是需要偿还的 有的是不需要偿还的助学金 是政府白白给你的助学金 FAFSA因为申请手续较为复杂 因此南加州华裔家长教师协会 协同其他单位一起举办两场 联邦奖助学金免费申请的说明会 分别在1月10日跟1月24日 于蒙特利公园市图书馆 跟南巴沙迪纳高中图书馆举行 另外即日起到3月18日为止 南加华裔家长教师协会 也开放华裔高中生奖学金申请 将选出3名受奖者 奖金每人800元 希望能鼓励学生在读书之余 也能够投入美国社会 着重的社区服务 中文字幕提供